接下来我们再去美国看一套消息 自10月16号美国广播公司脱口秀节目播出杀死中国人的辱华言论激起在美华人奉害以来 直到现在无论是基美尔本人还是美国广播公司都没有进行正式的道歉 没有承认犯了错误 为此在美华人计划9号举行全美万人抗议美国广播公司游行 预计将会有超过2万人参加游行 5号南加州的各界华人华侨为即将举行的游行举行了新闻发布会 据活动的组织者介绍说 11月9号当天仅在洛杉矶参加游行的人就有望超过8000人 旧金山 纽约 芝加哥 休斯敦等全美共25个城市的华人将同时参加游行 在洛杉矶参加游行的还将包括一些华裔官员 那这一次我觉得身为一个华裔民选官员 虽然我是美国的官员 但是我是华人 所以这样的事情我应该站出来 带领大家一起来抗议 那我在这里也鼓励所有的华人参与 但是要很正面的来参与这件事情 我们要的是要把这个message献出去 让主流认同说 其实你不可以歧视我 我也不可以歧视你 你不能够求我 我也不能够求你 因为我们没有犯罪 在新闻发布会现场 一些华人华侨慷慨解囊 为这次的抗议活动捐款 谈起这次活动 活动的组织者表示 正是因为美国广播公司 及其主持人基美尔之前 没有真诚地向全体中国人和华人道歉 他们要组织这次活动 发出自己的声音 到目前为止 ABC这个电视台 官方并没有对我们这个华人华侨 中国的中国人民也好 没有一个官方的完整的道歉 一个公开的道歉 没有 就是说官方公开道歉没有 私底下的这种我们认为不算 因为要对所有的华人道歉 所以基于这些原因 我觉得我们举行这么一次盛大的 游行的抗议活动到ABC的总部 就是让他们知道我们中国人的力量 说以后再有内侍 有这种对鲁华的这种言语 再有这种行动的时候 要请他们三思而后行 经过上个礼拜三的洛杉基游行以后 Jimmy Kimmel自己本人出来了 但是他还是没有认错 所以我们觉得呢 一定要这个 要全美国的所有的这些城市的 华人华侨一起站起来 在同一天举行一个这个万人的游行 只有这种力量 才可以让美国的主流媒体来报答我们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